今年是22871周年 队伍缓缓向前并手持长步调 这是由台湾人权苏信会 镇南龙基金会等47个民间团体 共同发起的 二十八七十一周年纪念行动 2月21号举行行前记者会 现在好不容易这个社会 越来越开明 让我们能够讨论这一段历史 所以如果遗忘了这个历史 我们提心同对这个土地是背叛的 另外一方面 人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必须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争取回来 甚至争取到了之后 还要试图用很大的努力去维持它 台湾人权苏信会秘书长表示 今年恰巧适逢 事件人权宣言的70周年也具异议 而虽然去年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后续的重大工程才要开始 希望透过游行活动 让民众监督政府落实转型正义 那希望可以让所有的不同的世代 以及不同的族群 包括原住民 包括新移民等等 移工等等 共同来记忆跟反思228 对我们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督促我们的执政当局 能够落实所谓的转型正义 台湾人权苏信会等团体 邀请民众在24号一点半 在日新国小集合 并在2点28分将起步 从228事件事发地点的 填满茶房 步行到行政院 希望让所有世代和各个族群 记忆和反思228 对台湾社会带来的影响 人新闻比利已故 台北市采访报导